外资的一个买盘观察的方向可以看什么 来 问您您先请要到专家是分析师谢宗林了 宗林好 来 听听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宗林我们先帮大家做观察 今天的一二火线话题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今天我们看到台币 很久没看到盘中出现了比较明显转身的格局 今天盘中是大升 1.25小 在今天以前台币才出现了连七扁 近期扁值的幅度来的是又急又猛 所以也很明显看到外资这波撤出的力度 也真的是蛮强的 好 如果说今天台币转身的话 台股今天的反攻来真的吗 好 股会强的情况之下 外资回头来了没 如果外资回头的话 到底会布局什么样的个股跟方向呢 今天火线话题我们帮您整理两个方向 第一个 今天的华星 股价的涨停板引起了市场注意 当然它跨足涅矿开发是一大利击 但从华星我们拉出来可以看什么 包含了整体的华星丽华集团股 都还蛮强的哦 还有包含了车电 除了是它想要力拼转型的方向 原物料题材今天也整体都被带动上来 昨天我去看了一下筹码 外资就开始进行大买华星2.3万张 这是不是来真的啊 这么大牛股票涨两根够了没有 它还会继续供吗 基本上我认为应该是不用先预设高点啊 因为像刚刚提前讲到外资在买它 对不对 那其实外资在买它 外资在之前很多都讲外资 就短线外资 那昨天如果说你看那个筹码的话 你会发觉这个看起来好像什么 看起来它不是短线 比如说昨天买最多的是 塔巴摩根斯天里嘛 它昨天买了8900多张嘛 那如果说你往前看的话 其实它不是昨天才买 它之前就在买了 所以它已经买一段时间了 那买一段时间的话 昨天大买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说它应该是买差不多了 就是从哪新台完毕干嘛 它想要发动了嘛 那发动的话 其实像刚刚提前讲到 华星是不是买了一个镊矿 那买一个镊矿 其实那个镊矿到底是干嘛的 其实我相信我们都在讲一件事 比如说现在的趋势最明确就是车电嘛 车电是最明确的 那车电里面得电池者得电锡 那电池 电池 锂电池 三月里电池 其实最确的是什么 其实最确的就是那个镊嘛 那镊的话 那个高并镊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要跨入电动车里面的 也就是说什么 为什么说 华星这么大只 华星这么大只 什么外资一马 今天还可以怎么样 今天还可以再往上冲第二根 连续冲两根 这么大只股票 连续冲两根 它一定有基本面的转变 这种不是什么短线外资 就是会去会去抬的 这种那么大只股票 那只排意的都是什么 都是基本面转变 那基本面转变就是什么 就是云南可能 你可能认为说 它是做什么电线电 但是现在什么 现在它开始要变电动车了 而且电动车是最上游的原料这边 那既然最上游原料这边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说后面的评价 后面法人这边 对它的评价 可能要开始做转变 因为其实也不止说外资再买 这个投信 你投信在起涨前的前三天 也有跳进去买 想买一点点 昨天也是有稍微做一点点加 但是其实如果说 你从这部分看 我个人认为就是 你从趋势的方面来看的话 就是什么 它开始跨入 跨入一个对的趋势 那跨入一个对的趋势的话 我现在就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提 车电车电 其实车电车电不是只有它在涨 你看像那个华欣 华欣的同集团 有什么 8183的金星 也就是如果说同集团 它开始往这地方再发展的话 金星昨天创新高 今天怎么样 今天又继续创新高 那其实你就可以看出说什么 可能说在盘面上 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股票可以一直创新高 它已经代表说 某个趋势它是对的 那某个趋势它是对的话 那金星创新高 再来就是某公司的华欣创新高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昨天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 如果说你从这部分来看的话 就是你还可以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光洁嘛 就是头信一直在买的嘛 那光洁 昨天有杀一点违盘 因为有当初压下来 不过呢 不过你跑到看的话 你可以发觉 这个头信好像还在买 然后呢外资也在买 然后今天怎么样 今天股价也跑上去了 所以如果说你从这部分看 我个人认为 就是你盘面上不好 当然盘面上不好 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因素 什么打仗啊 疫情啊 奉承啊 但是如果说你回到 产业基本面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常常跟大家提的 如果说只单长一支 你可以不用理它 因为可能就是一支 在单兵作战而已 但是如果说它是好几支呢 好几支就是一股启动 男神器同类三股成板块嘛 它已经变成一个板块了嘛 那变成一个板块的话 我个人认为 像短天上最强就是华欣这边 那这么大支 像我刚刚跟大家提的 这个地方它应该是 基本没有转变 那有转变的话 如果有震荡 因为它现在掌定板里买不到 如果后面有震荡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是有震荡 你还是可以去做留意 那东林哥如果说 因为最近的一个钢铁族群 我们最近也在追踪 他们也是呈现一个轮动轮涨 我先去看了一下呢 虽然说华欣 它是新切入相关的一个镊矿 相关的一个类多 所以股价连拉两根 有点刚刚发动的味道 可是前一波段 有些涨很凶的二线钢铁股 其实今天也不算弱 都还蛮高姿态 温温的再往上攻 它们的一个相关热度 还没降下来 对不对 我个人认为还是没降下来 因为像华欣 你也可以把它讲成 是类似钢铁的 那如果说类似钢铁的话 其实像我们刚刚 是不是讲到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讲到镊的话 就是盘面上这些金属 哪些金属跟镊有关系 其实跟镊有关系 一般来说都是属于不锈钢 那不锈钢的话 就像2030的张员 这是应该是市场上 比较熟知的 就是镊 讲到镊不锈钢 对吧 张员 张花肉圆 张员 这个张员 如果说你看K棒的话 其实我现在 你要看股票 基本上先看它的走势 就是它的惯性 到底改变没有 它的惯性到底改变没有 当然就是 是不是高点过高 低点不破低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从这部分来看 就是你可以发觉 连续四个都是红黑棒 而且都是高点过高 低点不破低的走势 所以张员 基本上还持续在张 甚至像什么 甚至像那个5009的龙钢 龙钢也是整理整理 今天它好像也重新高 它是什么 它也是做不锈钢的 那除了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 还有运仓 运仓也是说 它不锈钢 那个钢卷的 今天也是怎么样 你跟前 你跟K棒比的话 当然昨天有稍微震荡一下 不过震荡一下 你可以发觉 这个连续四根K棒 去比较的话 你可以发觉 也是一样什么 高点过高 低点不破低 所以怎么样 所以如果说 你就整个走势来看的话 镊基本上 就是跟金属 跟镊有关系的 其实不止那个 华欣在涨 连那个 那什么张元 运仓之类也在涨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最近 就比较凶的 像什么 像心嘛 因为心好像 之前是不是我们在说 什么妖孽 妖孽对不对 现在好像搞不好 后面会有什么妖心 也就是 你轮人部里面 就六支在交易 那心 六种金属在交易 那心里面 心是谁 圣渝嘛 对不对 圣渝啊 就 那个心比较 比较少 可能就一次来 就圣渝啦 那如果说圣渝的话 其实一样 就我们刚刚跟大家提的 就是你去看股票的话 虽然 因为盘面不好 所以它一定会震荡 那会震荡的话 所以昨天 也有震荡 留个十四线 那你昨天的K棒 跟前年比的话 你会发觉还是一样 高点过高 低点不破地 所以它走势 有没有转弱 它走势 它走势没有转弱 它只是 它只是 涨多震荡 甚至什么 甚至转线客 在那冲来冲去 冲来冲去而已 那冲来冲去的话 你再看今天 今天 再跟昨天比一下 还是要什么 高点过高 低点不破地 所以这个走势 到底有没有转弱 走势 看起来也没转弱 而且这支股票还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股票 可能投信基本上 比较少 就是如果说 以捏来讲的话 投信好像只有买一支 零九绒钢 就是这一天 有连续在买的 如果新的部分 新的话 其实就那个 生育的部分 其实投信有没有买 投信是有买的 所以投信如果有买的话 其实就这部分 我个人认为应该怎么样 应该还是一样 这种创新高的 如果说你不敢追的话 怎么样 那就等震荡 震荡压回 当然震荡压回 你说什么回到失线 这个可能太远了 那如果说太远的话 你要怎么去看 你去切30分钟K 我相信我跟大家提到过 如果说你要看股票的话 就是短线上 如果说喷高的话 你就去切30分钟 先去看 那30分钟K里面 如果说 它有人在空的话 一般来说它会怎么样 一般来说 它不太会跌破 那个20均价线 那不太会跌破 20均价线的话 如果说你看 剩余的部分的话 就是现在它20均价线 就是还没有摸到 但是呢 但是等到摸到的时候 等到摸到 应该啊 应该就是短线上 如果说不敢追的话 你就分批嘛 摸到20均价线 第一笔先打进去 因为你看到之前 之前是不是在 那个4月 4月7号早上 第一根先拉起来 对不对 那4月7号早上 第一根先拉起来 再怎么样 再来有回没错 因为可能有些短线 可以在那边洗来出去 但是呢 它们很明显地跌破 20均价线 有破 破下去马上拉起来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是有人在顾这条线的 那人在顾这条线的话 就是后面如果说 有震荡压回到 摸到这条线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 应该就是 你可以慢慢地放资金放进去 然后因为金属的部分 因为它不是 它不是只有一只在涨 它好几只在涨 所以它变什么 它变有一个族群性 那一个族群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 就是你做族群性的部分 就短线上 可能会稍微安全一点 所以就钢铁部分 我是没有看会了 因为短线上 他们走势 跟大阪来比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强 好 那因为这一波 如果说外资回头来 其实大家最琢磨看的 就是因为很多原物料股 真的都已经短线 蛮涨蛮多的了 那到底电子股 跌这么深了 有没有机会 但市场间最指标看的 就是2330的台积电了 那台积电因为 今天有法说 前的买盘卡位 包含了万海也来跟风 护国神剑 力挺护国神山 那现在法院在分析 万海杂三亿买台积电 我们再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应该很少人 就是拿三亿再买台积电的 那如果说连万海都愿意 拿三亿买台积电 它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 就是未来的持股空间 加码空间 是不是还蛮大的呢 如果是的话 代表开始有一些 特地买盘 帮顾的资金 开始进来卡位台积电了吗 好 可是大家也会想问 因为我会看 这个台积电 近期股价弱势 但相关的大同盟股票 有点强弱不一 加灯 3680加灯 昨天才在破低 今天当然是也来进行小幅反攻 但形态很弱啦 但1560的中沙 今天又出现了比较明显 强掌的态势 而且形态都还维持得 蛮好的维持多方格局 所以我们来怎么做观察 第一个台积电 大家要不要抢 这个能不能卡位 作为的法说题材 再来相关的大同盟股 为什么强弱压锯 这个差距这么大呢 基本上了解 台积电如果说你是长线 你有资金有耐心的话 你就买台积电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有资金有耐心 你可以报很久的 如果说你说 比较偏价差的话 我个人认为价差 但是你去看台积电 今年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像刚刚提前讲到中沙 其实台积电今年重点两个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做现金封装 一个叫战胜金源 因为它今年新盖了 后面还有五座厂 那五座厂的机器都是新的 后面还要怎么挡片 干嘛提升良率 其实你是 在这边是非常需要的 刚好中沙就是跨到这两个 跨到这两个部分 不过中沙说真的 这个股价位积也高 那位积也高的话 我个人认为 我昨天是不是跟他提到过 一支4958的真零 其实如果说 你看台积电这部分 它就是后面 是先进封装这个地方 然后因为你先进制程 五奈米三奈米两奈米 这个良率越来越难做 但是呢 但是你既有先进封装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把整个晶片的效能 整个提高 那整个晶片效能提高的话 其实最近法人都在出什么报告 都在出ABF载版的报告 因为你先进封装 其实最缺的是什么 其实最缺的就是ABF载版 那ABF载版当然就是 什么新兴紧缩难点嘛 不过呢 不过我相信这个新兴紧缩难点 那个观众朋友听多少 听两年对不对 那说两年啊 那说两年啊 但是最近有一支 那个刚准备切进去的 而且后面有爆发力的 甚至法人拼命在做卡位的 其实我问大家一件事就好了 今天盘式很了对不对 今天盘式很了 你是法人的话 你会买什么股票 你是买后面会涨 后面那个基本面最好 然后甚至什么样 甚至说 他那个 那个有办法配息的嘛 就是短天上 我可能上半年 我先零股息嘛 下半年忘记来的时候 冲上去我可以赚价差嘛 那其实如果就这部分的话 其实最近法人在买的 就4958的真顶啊 因为你去看真顶的话 其实如果说 你就那个投信的部分来看 其实投信是什么样 投信连续买超 你敢没法跟 这就是怪怪的嘛 投信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你还没看到什么新款 但是他就一直买了 那是买的话 四月份 他是从三月底的部分开始 三月中开始买嘛 那三月中开始买 买到如果说 像这几天都还在买的话 代表什么 代表 代表他可能会买到第二季啊 第二季的话 他要接什么 他要接第三季的 那个苹果水果 这边的旺季啊 因为如果说 就对你来讲的话 他每年的上半年 都不怎么样 就是你可能看ETS 上半年一块多 但是每次到 一年结束 一年结束 一天是十几块 那十几块的话 去年赚个十块二亿 配个五块 对也就是说什么 基本上他是可以配息的 那可以配息的话 今年普遍大家就预估啦 普遍大家预估 今年最少差不多 十一块多 甚至有的 估到十三块多 你一家公司 今年最少可以赚到 十一块多 然后呢 然后现在股价 股价定 本一比就不到十倍嘛 那不到十倍的话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ABF宅板 对不对 是 ABF宅板它跟 我们刚刚讲到 三间老的 有什么不一样 那三间老的 ABF宅板都是什么 十年前就盖好厂 对不对 他们的环境跟自动化 其实都没有那么好 但是真顶 它现在跨进去 它是什么 它是完全智能工厂 什么叫智能工厂 类似特斯拉这样子 都是什么机器手臂 什么的 所以你那个大尺寸的什么 基本上对它来说 它是会比较经济规模 比较经济规模的话 你订单已经到多少 它订单已经接到2027年了 现在2022年了 所以是你后面的爆发力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ABF产业 它一定往上走 这三支一定都可以赚到钱 不过如果说 你就股价的爆发力来看的话 或者说后面的爆发力来看的话 应该什么 应该短言上 你跟着法人走嘛 头线外这不是买给你看的吗 盘那么年来买给你看 就真顶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你就这一块的话 台义电这一块的话 它做的就两件事情 就是那个先进制程 先进封撞 还有那个再生金源 这两个重点 如果说你要追 你要追的话 但就是可能中杀这部分 今年不会太差 不过呢 它已经涨一大端了 如果说你要看后面 有爆发力的 我还是认为就是 你先往什么 你先往整理这边去看 是 好 闲关西先生非常感谢钟离 我们带来在目前排面当中 掌握跟关桥了